哎呀 过来过来 哎吸吸 吸吸还没起来还没起来现在8点多了 啊现在已经8点多了对啊 我这边去看一下我去叫他我叫他 今天怎么睡懒觉了啊 平常跟着奶奶的话一般都是6点左右就会起来 今天的话睡到8点多呢 哦 爸爸 嗯快点啊自己起来 然后自己去上厕所 听见没有 跟你说话 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都会让他去上一趟厕所 但是他 不一定每次都会配合的去 发呆发够了没有 哎 怎么又躺下去了 来呀 过来 过来 拉他起来太累了还是坐在这里等一会 哎说来了 上厕所去啊 上厕所去啊 听见没有 哎 自己去自己去 自己去啊 开灯啊 听见没有开灯 怎么怎么又关门了呢 先进去 开自己去开灯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嗯 自己进去打开 嗯 啊 裤子都没脱了 还没脱好 哈哈哈 现在他随着年龄慢慢的越来越大了 他拼指令的次数会更多了 但是他也只是在 收到指令以后 他才会做一些动作出来 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印了一句话 就是说一步做一步 不说就不做 有的时候甚至是他还做着做着他都忘了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所以说每次在视频里面你都会看见我不停的在说话 不停的在给他说让他做事情 他就在这边吃着不一切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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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不行 我想要衣服 不用我 我可以衣服 我需要衣服 我把它們在放入 我需要衣服 我可以衣服 我可以衣服 再站起来抖一抖 站起来抖一抖 抖一抖 很多人也给过我们建议 尽量让我们早上给他养的一种习惯 其实我们每天早上都有在做的 从你一早上起来 就让他去上厕所 到现在穿上衣服 到后面来洗手擦手 然后吃饭放碗 这一系列的事情其实都有在让他做 只是说他很多事情 他都是需要我们的一遍一遍一遍的指令 他才能好一点的去配合 如果没有指令的话 他是完全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所以说并不是我们没有在给他做规矩 其实也有在做 很多朋友经常看到他耍赖 经常躺地上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点 今年的情况下他躺在地上耍赖的次数明显比去年少了 而且是什么呢 而且去年每次躺在地上都会是把他去抱起来 今年的话很少会主动去抱他起来 除了奶奶跑我回去抱一下 在我面前我从来不会这么去做的 总的来说 习习在生活治理方面上 进步还算是大的 只是说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大而已 现在来让他自己去拿鞋子换 来 去把鞋子拿来 自己去换鞋子 你看你听得懂 你都不知道去换一下 每次做一件事情之前 他都要先抗拒一下 把鞋子拿来放上去吧 把鞋子拿来放上去吧 嗯 妹妹的鞋子也放一看 嗯 啊 拿树包 像这一个一个里面 哎 其实现在所有的整个一个流程 他多少都还清楚一点点 推门 推 推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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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